大家好,我是亚欣 关于说话这件事,我是这样认为的 说话属于情商范畴 它是一门交际的艺术 当然,它也是一种交际的智慧 那么决定我们说的这个话好不好听 忠不忠听呢 其实并不在于你口才的好坏 而在于一个人情商的高低 作为晚清的四大名城之首 曾国藩,他的待人接物 其实在现在,当然他的各方面 也一直都被后人称赞 在曾国藩这个很好的习惯 他喜欢写日记 他在日记里面就总结了说话的六个禁忌 第一种是太过于直白的话 曾国藩认为这个心直口快 是一个特别伤人的事 我们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心直口快,我们说话呢 有的时候会不太经过大脑 很容易就不小心会碰到了对方的禁忌 而碰到对方的禁忌 那么这是会伤到别人的 那么肯定你不光达不到沟通的效果 可能还会不欢而散 第二种是怨气重重的话 不要说 老话说这个 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 覆水难收嘛 话也是这样 是收不回来的 我们都会有冲动的时候 我们一冲动 我们就难免控制不住自己 特别是吵架 生气的时候 一生气了 我们就说气话 我们就往外标气话 怎么难听 我们怎么说 其实我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当你生气的时候 就你想埋怨别人 你想说难听话的时候 你先不要说 你拿一张纸出来 你把这些话 你先都写在纸上 然后你第二天拿出来 你再看看 如果你还是觉得你很生气 你还是觉得你纸上这些话 都很有道理的话 你再去找对方理论 第三种是 太轻狂的话 在曾国藩的弟弟 刚入官场的时候 年轻人吧 难免会心浮气躁 有点骄傲 有点自满 喜欢说大话 曾国藩知道了之后呢 就在家书当中提醒弟弟说 敬大言以物实 说你要戒交戒躁 你要稳重 你不要口出狂言 说出来的话 一定是你能够做到 或者说你能够办到的事 不要轻易地给别人承诺 因为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么很显然 就会给对方留下 很不好的印象 会显得我们自己 特别的轻浮 用我们现在人的话 说就是不靠谱 第四种是闲话 古诗当中有一句话是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不论人非 说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 你不要把这个 有限的时间跟精力 放在去八卦 去议论别人身上 第五种是太伤人的话 不要说 古话说 赠人以言 重于诸欲 伤人以言 甚于刀剑 很多情况下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是一种比剑 还要锋刃的利器 它可以伤人于无形 这个在我们现代的 很多网络暴力上 我想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那么曾国藩也曾经 告诫过自己的孩子 说做人你要有一个好的德行 第六种是没有根据的话 不要胡说 曾国藩讲 说形式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 很简单 不经过大脑 不经过大脑思考的话 说出来的话 一定不是最恰当 或者说最中肯的话 口能吐玫瑰 也能吐吉利 把话说好练好 其实就是在给我们自己 修炼我们自己的气场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 这个曾国藩总结的这六点 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是有则改之物则加冕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